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今天分享全国有用 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 是世界征服史上的顶点 这蒙古西征改变了亚欧大陆的历史轨迹 也震撼了世界 这小时候一直以为元朝就是成吉思汗建立的 他就是元朝最伟大的君王 他还将蒙古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欧洲 直到后来才明白元朝并不是成吉思汗建立的 欧洲也不是他打下来的 甚至南宋的土地他都没有踏上过 这蒙古帝国的盛世其实是他的子孙们一步一步创造的 那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结束后 这蒙古发现这个世界不光大 而且还很灿 1227年 这成吉思汗去世后 次子倭阔台继位 这倭阔台是连宋灭金后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提升自己的个人威望 这倭阔台开始发动第二次西征 去欧洲是刷经验 这一次西征也叫长子西征 因为蒙古之前在欧洲上过单 知道这欧洲大区菜鸡遍地 经验好刷 八万基辅罗斯联军 打不过蒙古一个小分队 所以纷纷派遣家中长子 去欧洲连吉 这南宋虽然比较小 但在世界范围内南宋 却一点也不小 这襄阳之战 宋军坚守孤城长达六年时间 要怪呀 只能怪东亚太卷了 1235年 沃阔台任命拔都为大军元帅 以东欧草原为目标 开始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 1236年 数万精锐的蒙古大军 在拔都交军的率领下 是灭了一个叫清查的国家 进入欧洲大区 二次上单 最先遭殃的是第一次西征时 就被虐过一次的基辅罗斯 这基辅罗斯和周朝一样 也搞分封制 然后就毫无悬念的分裂成了18个公国 面对蒙古大军 18路诸公军 是各怀鬼胎 经过一年的集结 15万蒙古大军发动了山呼海啸般的进攻 先攻克莫斯科、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 随后前使劝降基辅大公国 众所周知 蒙古使者是13世纪最危险的职业 那基辅大公不出所料的砍了蒙古使者 结果被屠城 那蒙古人继续向西推进 随即攻占加利奇公国 那加利奇大公见事不妙 是逃到匈牙利避难 这样摆在拔都面前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闪击波兰 一个是吞并匈牙利 那么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 我的 都是我的 这蒙古大军兵分两路 拔都一路是进攻匈牙利 另一路人马闪击波兰 内心毫无波兰 这波兰王国勒紧裤腰带 是东拼西凑 整出了两万五千联军 结果连给蒙古大军塞牙缝都不够 直接被全歼 国王本人也成了蒙古大军的经验包 那同时拔都大军兵临多脑河 随时准备进攻匈牙利 这匈牙利国王是惊恐万分 派遣使者从奥地利 热尔曼 萨克森等地 是要求救兵 拼凑了一支十万人的联军 拔都搬出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武器 火箭 这火药驱动速度快 穿透力强 这匈牙利人没有见过火药 以为是蒙古人施展的巫术 这顿时是乱作一团 朝缺口处是疯狂逃命 那蒙古大军则开始了疯狂的追杀 那蒙古骑兵手持狼牙棒是一锤一个脑震荡 同时那蒙古大军拿出了经典的战术 为三缺一 用放风筝的打法 几个来回十万联军被蒙古人砍死期望 之后整个匈牙利落入拔都之手 蒙古骑兵银马多脑河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正当拔都准备进攻西游时 大韩窝阔台病逝的消息突然传来 这蒙古爆发了韩卫争夺战 蒙古大军只能回师 在回师的途中建立了广袤的清查韩国 那窝阔台死后脱雷的儿子蒙哥 借着赤树家族的支持 成为蒙古新任大韩 却引起了查和台后裔和窝阔台后裔不满 那蒙古帝国开始产生分裂迹象 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 证明韩位的合法性 这蒙哥派弟弟虚列物领兵西征 史称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 那序列物首攻穆拉一国 征服了整个伊朗高原 次攻阿巴斯王朝 废哈里发控制了整个两河流域 再攻阿犹布王朝 将整个东地中海沿岸纳入手中 再往前一步就能顺势攻入埃及 这蒙古大军即将在金字塔下阅兵 然而人类历史的车轮在钓鱼城赚了一个弯 当蒙古大军在西边大杀四方的时候 这蒙哥正在东边 亲自攻打版图里最硬的一个钉子户 南宋 这蒙哥是绕道西南 从四川入侵南宋 他要死磕南宋 没想到却被南宋磕死了 公元1259年 蒙古蒙哥集结数十万人马 是围攻钓鱼城 不料被大宋的投石车打死 蒙古帝国本来是要倾台欧洲的 蒙哥的死不仅打乱了蒙古西征的计划 也让序列物的大军就此掉头 还激发了蒙古内部的权力斗争 引发了另外两位兄弟 忽必烈和阿里布哥的韩卫争夺战 也正因此这钓鱼城 被欧洲人称为上帝折边处 同时巨大的蒙古帝国 貌合神离 分出了四大韩国 这四大韩国里的 沃阔台韩国和插河台韩国公开支持阿里布哥 统一的蒙古帝国开始瓦解 为了换取序列物的支持 这忽必烈把新征服的大片土地全部赐予 这个序列物 于是序列物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伊尔韩国 经过五年寒卫之争 忽必烈胜出 忽必烈继位不久 沃阔台韩国和插河台韩国 以及金正韩国 指责忽必烈篡位 后来干脆直接起兵反抗 只有伊尔韩国序列物支持忽必烈 忽必烈的胜出 也预示着过去横跨亚欧最大的蒙古帝国 将不复存在 虽然在1279年忽必烈攻下了前几任大韩 四十多年来都为攻下的南宋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蒙哥汗去世 统一的蒙古帝国只存在了56年 取代的是一个二元结构的大元帝国 也就是大元帝国与四大韩国 然而蒙古西征并没有结束 再之后侵查韩国 伊尔韩国也发动过多次西征 总的来讲 蒙古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远征 也是对西方输出了东亚内卷的最高成就 许多技术制度开始引入欧洲 欧洲人开始开眼看世界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厉害的东西 其实欧洲原本不是这样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欧洲的科学技术其实非常先进 甚至在一些领域有巨大的优势 比如数学领域就有古希腊欧里几德所著的几何原本 直到今天这学生的初高中数学课本上的几何部分 基本上都是出自2300年前的几何原本 但是进入中世纪后 这教会啊 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 欧洲发展的停滞 渐渐落后于东方 直到蒙古人带来了炸药 炸开了欧洲的大门 欧洲人这才知道原来世界并不是教会描述的那样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文明很发达 技术很先进 这之后才有了文艺复兴运动 欧洲人拾起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 慢慢搞出了现代科学 同时蒙古人带来了中央集权的思想 极大震撼了欧洲驻国 以往欧洲爱搞周朝那一套分封制 后来不少欧洲大国开始搞中央集权 再后来欧洲人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 带着现代科学搞出来火炮来到东亚 轰开了大清国的国门 东方意识到自己的落后 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 我们现在重复的只不过是当年欧洲人遇到蒙古帝国的一次呈现 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就要坚持开放的心态 向全世界学习 因为闭门造车永远比不过整个世界的即死广益 我是杨唐珠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